最近一篇文章非常火 1291亿颗芯片 台积电突然宣布 外媒中芯国际迎麻了 意思就是今年第一季度 台积电的营收同比下降了16% 或许是为了挽回败局 台积电随即宣布一项重要决定 那就是推迟7纳米和28纳米芯片扩产计划 甚至连采购28纳米设备也取消了 反观以中芯国际为首的中国半導体市场 可谓是百花争鸣 比如华为实现了14纳米芯片EDA工具的国际化 哈工大掌握了EUV光刻机的光源技术 中芯国际实现了14纳米芯片的量产 国内首条量子芯片和光子芯片都即将落地商用等 让过人感到兴奋的还有 近期中芯国际正在加速建设 分别在上海天津深圳和北京等地 新建晶圆代工厂 预计到2024年正式投入使用 如果各地的新工厂都能正常运转 那么中芯国际的月产能将突破6.8亿颗芯片 那么有生产了 正好契合了他们想表达的意思 中国当然可以砍单1291亿颗芯片了 鉴于这样的数据 外媒之言中芯国际才是最大赢家 我就想知道我们媒体经常说的外媒到底是指哪些呢 从小到大经常听到外媒 经外媒体都不知道谁说过我们是最大的赢家 特别是长大以后才慢慢的了解芯片行业 了解了芯片行业 好像听说的外媒也增多了 难道人家都不关注台积电 关注中芯国际吗 我们自己把砍单的功劳给了中芯国际 显然是看到了我们都不懂芯片市场和世界市场的情况而斗转的 说的很邪乎 他们说道 中国从2022年开始至今 能够实现1291亿颗芯片的砍单 中芯国际自然有不少的功劳 虽然目前国产芯片主要集中在中低端领域 但是已经能够满足国内80%以上的需求了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崛起 未来的芯片需求将主要集中在14纳米及以上工艺 这对于中芯国际而言是一个机会 只要积累了足够的资金 就能够拥有更多的研发经费 突破7纳米的高端工艺瓶颈指日可待 包括台积电在内的顶级厂商 目前也把精力放在了28纳米等成熟工艺上 但是对于中国市场的背叛 显然没有这么快就过去 因此中芯国际会将成为唯一的赢家 对此你们怎么看 哎呦还值得问一下呢 很遗憾网友是零评论 为何呢 小周认为所有的零评论的文章和帖子 都是忽悠人的 没有质疑 否则应该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显示 我想这里面多半原因是不让评论 或者是关闭评论的 当然相同的文章 在不同级别的媒体机构上发出来 有的是可以评论的 不过多数都应该是经过筛选的 例如用不了几年 中芯国际就能突破西方的技术枷锁 实现百分百芯片国产化的目标 中华民族历来就是越挫越勇 越挫越愤 百折不挠是我们的民族精神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是我们的民族运气 支持做着观点 期待光明前途 为我国的半途体产业点赞 看了你的介绍 我们热血沸腾 干什么都有一股用不完的劲 中国加油 资历更生 养我国威 小周想说 希望是好的 有这个精神头 但是不要自憾 我们到底有什么资本自憾呢 想要引导大家正确的评论 应该是客观的事实讲清楚 目前我们的芯片现状 到底是怎样的 技术能力到底是怎样的 这些都需要了解 不过看这些评论这样讲 我估计有点反讽刺的意味 反正小周主要是被推荐这种文章 那绝对是关联的推荐 破天盖地 都是吹牛逼的文章 比如说 中国和美国传来两个好消息 与芯片息息相关 从哈工大突破光刻机技术 到中英国际官网14纳米代工 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芯片 制作芯片需要哪些条件 为什么造不出高端国产芯片 中国量子芯片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 国产芯片终于有救了 挺厉害的 我们自嗨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的半导体方面是真的不行 媒体自嗨是为了流量 企业自嗨 当然是部分企业 是为了骗补贴 有一些踏踏实实 搞研究的企业 很遗憾生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肯定是没有比较红火的企业 好生存 目前中国芯片不行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太浮躁 钱原来是大把大把的油 现在基本上也开始缺钱了 但是真正的原因不是缺钱 是缺人才 缺教育 缺基础学科 特别是人才 短时间不可能解决 这跟人才的生存环境有关系 基本上是个人才 都会离开中国大陆 去往世界上更好的平台发展 实现自己的价值 试想一下 一个拥有技术的人 在中国大陆 要听不懂技术的领导的指挥和吆喝 最终能不能实现价值 而且还要靠关系 靠宣传 靠鳄语奉承 谁愿意留下呢 再者 半导体行业的变现周期很长 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看到结果 从而获得一些收益 因此许多人不愿意涉及这个行业 投身于这个行业呢 就意味着可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不会有回报的 甚至终身也不会有回报 这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也导致这些行业的人才短缺 多数的学霸和有能力的人 都进入了互联网金融证券 等来钱快的行业 这种问题目前来说是无解的 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去左右别人的选择 人家想干嘛就干嘛吧 又没有杀人放弧 做好自己就行了 唯一需要改变的是环境和机制 半导体的发展到底需要什么 我们要搞清楚 人才钱都要 但是没有合作 没有认可 没有诚信搞不起来的 除此之外 企业的品德 一诺千金也非常重要 独立自主可以搞出很多东西 但是想搞出高端芯片 垄断半导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美国做不到 台积电当然也是做不到的 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合作的 闭门造车不顶用 自嗨更不知道天高地厚 好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不见不散 事情 healthfully è 就需要做一个 SKILLER 并不就是 也得到 魂 har的 尽力 橙成